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看 画面就用一下咯 好 选问一下 我们看到了 看到了就是说 20 就是 一个比较 一个比较 好 那我建议 我建议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应该 去看所有的 年的一个变化 所有年的一个变化 各位 我为了方便等一下的呈现 所以放一条 真的不应该呈现的叫趋势线 可是它居然是可以呈现的 好等一下我先把把这个年的资料叫回来变成全部 这是全部 然后接下来画呈现它的趋势线 趋势线 因为我等一下只是希望你看这条趋势线的变化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历年间 历年间 它的这12个行政区 它的一个变化的情形 好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用分析底下的插入交叉分析筛选器 然后把西岩年就是年打开 好 我们从20 就是2001 请注意哦 1600 1500到575 可惜 不是没什么变 这样子的感觉不是那么优 其实它线一直在往上 线一直在往上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2001年的时候 这边只到1500 1500 然后2002年 有看到1541 它其实在往上 就是死亡人数其实是在慢慢的往上升 或者是我这样来呈现好了 就是 重新画一张 就是插入枢纽分析表 确定 各年 各年的死亡人口数 然后就直接画这张直条图 可以看得出来吗 我们台北市的死亡人口数是慢慢在增加 例如说我这边加入趋势线 有看到吗 这条斜线 就是我本来是想用动态的方式来呈现 让我们看出来 只是只是因为他就一条线 呃在这边 他的变化就不会 你看现在 就是2006 2006在1500 然后2007 跑到1600 有看到吗 反正他就那条趋势线 就整个在上升 整个趋势上升 对大家都在增加 对 可以这样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件事情 2008 2009 2010 好 那比大家可能比较有感觉是 假设我点2001 在这边 然后我再点到2020 可以吗 我倒觉得内湖这边 内湖这边好像有一点点 不太跟之前不太一样 有看到 本来内湖他在这条线的下面 到了这边 他在这条线的上面 请问在这条线的上面 好还是不好 不好 就是高于 高于那个死亡的趋势 他的值应该落在这个地方 以12个行政区的排行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这个高起来的 其实都是不好的 好 反正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当我们今天 当我们今天去做图 我们第一张做的是 看2020年 他的死亡 人口数 再来去看 2020年的同期比较 就是2020跟2019的比较 再来我希望说你有机会看到是全部 全部的一个资料的一个变化 可以吗 那当你看全部的资料变化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像2019年他高于这条趋势是中山跟内湖 2020一样看到内湖是高于这条趋势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 请你们动手来去画这一张图 会做吗 就是这个年要全部 20年全部都要呈现 然后透过这个分析里面的插入交叉分析筛选器年 然后来去观看 好 那就请你们动手来去做这件事 然后我们就要下课休息